再回顧一下這一波 Carrier做傳送門 但是宙斯先被推到左邊之後 阿里被捶走 我覺得關鍵是三件狀阿里被捶走 然後宙斯第一個時間點被阿走 他再回來的時候是直接吃到波比的壁咚 所以讓這些控制鏈的銜接 讓Genge的雙射手能夠找到他們能夠輸出的環境 丘比這個閃 他知道菲克在盯著他喔 最後菲克那一段的菲先殺好像是沒有打到閃過去的丘比 好像沒有觸發到 然後兵線要抓的是阿里 這波兵劍雖然沒有中 菲克最後應該是沒交任何大決就躲掉這一波的危機 這把應該是最接近的一把喔這個系列賽 各拿一條巴龍 可以看到其實還是雙方在團戰的處理會決定能夠打出什麼樣的畫面喔 還是我們前面講的一句話 只要打團就有操作空間 就有變數會發生喔 只要打團就真的不好說 真的不好說 上多爾塔 堅峻 在等自己的下一波兵線 中路線則有波比在帶 跟上一波T1的推進方式是一樣的 但法洛斯的POKE傷害目前是三件半的裝備 還是蠻有感的 但奈德利的標也非常痛喔 兩邊都有能夠POKE的角色 但T1少了一個能幫忙補血的奈德利這一波被勾到吃到法洛斯大絕 進化解掉之後 蝎子選的把人給直接帶回來之後 這個愛心是沒有親到人的 連閃都不用交交了自己的鬼靈珠馬上就離開 但GENG這波波浪爆牌一分鐘左右 T1還是在做防守 兵線要被處理掉的還有一個炮車 飛艦最後一段的幻域把這個炮車給處理掉了 那GENG上二塔最後打了非常久 其實沒有帶掉的 但T1有兩條路線的壓力 他們必須帶來防守 甚至下路線是GENG回推的 所以下路二塔其實也在被小兵攻擊喔 這邊就是利用BOB 盡量先把能夠拿的防禦塔 能夠拿的經濟都先給拿下來喔 對於GENG這邊來說 下路線一大坨兵 二塔一半以下的血量喔 這一波巴龍均具還有30秒鐘 但已經為他們創造了 3000多塊錢的價值喔 近期正式反轉 經濟正式反轉 付款 page 8 感谢观看